接下來這場演講 講師是來自嚴峰有限公司的執行長李俊峰 以及實習判官的遊戲設計陳玉彤 題目為如何用LINE開發一款手機遊戲 嗨 大家好 我是實習判官的峰 我們是無償設計 今天要為大家來分享這個 如何用LINE開發一款手機遊戲 首先我們是有發現一些不錯的機會 那這邊主要有三點 第一個是社交遊戲化 那就是從這個世界級的展覽 到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比如說像Tinder 那很多社交活動都開始透過遊戲來做第一步 那第二個部分是遊戲行動化 那當初在考慮要做PC Game還是做Mobile Game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掙扎了很久 但是稍微做了一些研究之後發現 嗯 手機遊戲近年來的這個爆發性成長 是很驚人的 那自2016年以來 其實全球總收入每年成長 6-17%左右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LINE的洪波發展 那其實各位有可以 有這樣LINE就會發現 在LINE上面我們有越來越多 方便的應用 那包含十一住行育樂 或者是金流啊 我們可以叫計程車等等 對 那我們覺得說 初期在上面去做 產品的驗證 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Channel OK 所以我們自從2019年年底 開始有了這個十一判官的idea 那時候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打造出一個 這個全球首創的線上密室逃脫 那它不用下載 它馬上就可以玩 只要你有LINE 就可以體驗 對 所以呃 3秒鐘解鎖成的手機 那馬上就可以開始解謎 這是我們比較早期的一個slogan 對 那我們這個 密室逃脫的情境也相當廣泛 對 比如說像你早上去通勤 的時候 或者是你中午跟同學同事聚餐 呃 甚至是晚上去朋友家聊天 你只需要把手機拿出來 不用下載任何APP 打開LINE 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合作推理 對 除此之外 我們有開發了一個這個 智慧上稿的四個步驟 對 那目前的話 我們已經協助一些沒有經驗的創作者 他們在兩個禮拜之內 開發自己的這個 推理劇本 並且自己從後台上架 然後到十一判官去 販售賺取百歲 對 那這個四個步驟也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要構思 這個案件的主題跟場景 那第二個是你登入我們的後台 依照我們的指示去設計遊戲 那第三個部分 我們後台都有完整的這個上稿系統 你可以自己把遊戲的元素 填上去 那第四個部分之後 我們會review你的作品 那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公開上架 對 那這邊是我們的核心團隊 我們總共有四個人 對 那我是負責 呃 比較偏執行跟一頁合作 然後我們有個總編輯 我們的基礎掌跟 呃 遊戲設計 那下半場 啊 我們會請我們的遊戲設計 介紹我們遊戲的 企劃跟機制 ok 所以呃 我們正式上限是在2020年的 4月19號 到現在大概 一年多 那目前我們累積了這個 呃 註冊人數是兩萬五千多人 然後每天有大概一千個回遊玩家 嗯 回客問卷 也收集了三千多份 對 我們每個月 呃 使用者傳送的訊息量 其實是 滿驚人的 超過百萬 那平均遊玩的時間呢 每個劇本是一個小時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的 販售的劇本 大概是兩千個左右 在這邊看一下我們的成長曲線 對 那 其實我們算 滿幸運的 那我們也滿努力去做推廣的 所以 一路上我們 有在insight上面 有在dcard 有巴哈姆特的分享 然後 我們最近有入選 呃 創夢四集 然後有加入line的新興的計畫 對 那 玩家的回饋 他會主要分四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 呃 他從我們第一季開始玩 玩到第三季 讓他看見這兩個季的 我們持續在優化跟調整 好 願意繼續支持我們 那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玩家他是覺得說 劇本不夠玩 他希望我們趕快上新的劇本 對 他很期待 進行玩過最好玩的遊戲 那第三個玩家是針對我們的劇情 去做一個 誇獎 就是說 我們劇情是很有創意的 其實 推導出兇手的線索之前 其實 他的一些 動機是長的還不錯 那最後的故事也是很 觸動人心 對 那第四 類型的玩家他就是說 討論的時候非常激烈 我覺得人是他殺的 你覺得人是我殺的 大家會 有一個蠻激烈的討論 在 Line上面體驗遊戲的時候 那接下來分享一下我們的 營收模式喔 那我們提供了一些免費的劇本 那這邊主要就是靠 孤兒廣告去做一個 收入來源 那 接下來我們針對稍微 比較重度的一點的玩家 提供了付費劇本 他如果玩了我們的免費劇本之後 覺得 不夠 他還想要玩更多 他就會 來購買我們的付費劇本 那 再重一點的玩家呢 我們有設計了 內購的道具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 破案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的話 你難免會遇到一些 卡關的時候 那你可以 購買一些道具 快速過關 那 再下一part是訂閱子 那就是我們把 我們目前有的一些 商城的內容 就打包成一整包 然後做一個 bundle的販售 那最後針對我們 所以我們的這個角色 跟故事 很有興趣的玩家 我們預期也會推出 在同一個世界觀裡面 其他類型的遊戲 那 這邊是我們的里程碑 我們預計 接下來會馬上 會啟動的是 募資計畫 那在9月的時候 我們會推出 專屬的主題 那在10月的時候呢 我們預計會做 會到達一個 活躍人數3000人每天 那在12月的時候 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 那在2月的時候 正式推出其他類型的遊戲 好 所以 回顧一下這一年多 我覺得 我們做對了 有幾件事情 算蠻關鍵的 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剛上線的時候 如果有 早期這邊 有早期在聽我們 玩我們遊戲的玩家 就會知道我們第一版遊戲 其實非常的陽春 那不論是美術 或者是見面 他都是 簡單到不行 對 但是我們保持著一個理念 就是說 可以持續的去疊代 持續優化 我們趕快推出第一版 讓玩家 陪著 你去成長 他可以看到你的 你的改變 可能更支持 那 但是我不確定這個在 Steam遊戲上面 適不適用 大家可能要衡量一下 對 這也是有他的風險 然後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們做得不錯的點 是說我們 其實蠻認真的去 呃 閱讀 從問卷收回來的回饋 然後依照這個 回饋來去做調整 然後第三部分的話 我覺得我們做得不錯的話 是 找不同類型的人來玩 對 那其實這個世界很大 那 一樣你養百種人 對 所以 呃 有時候你的遊戲 對某些人賣得不好 並不代表說 你的遊戲不好玩 很有可能是你 找的人 不對 當然這是我覺得 目前 也算是我們遇到的瓶頸之一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接觸到 呃 不同群的 不同類群的人 或者是說 受眾 對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透過不同受眾的廣告投放 其實 效果往往會令你蠻驚訝的 就是說 欸 你有時候你投的一個客群 他可能 你覺得他會有興趣 但實際上 他不買單 對 但 反過來說 有時候 你沒有抱什麼希望的 的這個客群 他反而會 買單 就是會 呃 打破你對這些人的想像 呃 那 接下來當然有 我們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 呃 那一年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對 第一個就是 更早尋找 曝光 呃 對 因為 我們的遊戲一開始其實很陽春 那 市場 我們也不太確定市場跟我們的反應會怎麼樣 對 那我覺得 這塊的話我們就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對 那就是越多人體驗 那越多人反應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你們需要調整的地方 對 那 所以不論是找KOL 或者是去參加一些活動 像 呃 這個TGDF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好的機會去播光的遊戲 那 大家體驗之後其實 都很熱心給你回饋 對 那第二部分是我覺得可以更早的去找一頁合作 對 因為我 呃 我們是大概 快一年 開發上限快一年之後我們才 比較積極的再找一頁合作 對 那我 呃 我發現其實很多人 他們也都在 都跟我們一樣 他可能是 比較 小的 品牌 知名度沒有那麼高的 網紅 對 那其實他跟你一樣在尋找曝光機會 對 那透過跟他們的合作 其實 對我們雙方來講 都是一個不錯的曝光 這樣子 對 那第三part的話其實就是 呃 更多的美術預算 我覺得美術真的非常重要 其實有點後悔 一開始沒有 花比較多的錢在美術 對 因為其實一個好的美術 他可以用在 遊戲本身不用說 那 第二個部分是遊戲廣告 然後你的廣告宣傳物 然後你的周邊 你的粉專 或者是在你的Discord上面的大頭貼 其實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所以 唉有預算的話 美術絕對比較省 對很好用 對很好用 好那我的部分大概就到這邊 呃 接下來我們會請我們的 呃 遊戲總監去來介紹我們 遊戲的內容跟企劃 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我是烏拉拉 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也感謝先前封替實習判官的介紹 在這就先自我介紹一下 個人至於遊戲業也算是半路出道 我本來想用自己的部落格 企圖拯救手機遊戲的風氣 讓大家有機會看到更多優秀的手機遊戲 而不是天天被罵被噴 手遊就是Fan Game 但無奈這水太深了 根本不是我腳的洞 後來就被封邀請一起來 一同發想製作了這款 不知道該不該被經營成手機遊戲的遊戲 實習判官 那麼簡單的介紹就到這邊 馬上來進入本次的主題 到底該如何在LINE上開發一款遊戲 在一開始我們要先了解 簡單的了解一下 這個我們經常打開使用的好朋友 LINE這款通訊軟體 到底有哪些特性 了解它的優點缺點 才好開始下功夫 那麼第一點 自然就是它的普及率 這款通訊軟體在台灣的 裝飾機率和使用率之高 我想應該也不用我多做說明了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在台灣每個年齡層 對於LINE的使用項性有點不同 雖然都是拿來社交通訊 但對於那些涉世衛生的孩子來說 LINE目前是他們跟老人家溝通的平台 所以相對稍有年紀的上班族朋友來說 這樣的使用情境想像可能會有所落差 但放心他們還是有在用LINE的 只是LINE就不一定是他們花費最多時間的社交產品了 可能是在Instagram上 那麼接下來就是LINE的即時通訊功能 這功能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就是你的遊戲內建的語音和文字聊天系統 當然這樣說有點太單純了 不過要知道的事情是 很多目前現象級的社交遊戲 也不一定有如此健全的功能 但依舊讓不少玩家玩得風生水起就是了 但總之在設計遊戲前 請務必牢記你有這樣的優勢 況且這又是一款主打社交的產品 有這樣免錢又不用花自己時間 好好建構的一個好功能 當然要好好利用一下 那麼第三點就是LINE的主要使用情境 或是應該說傳播訊息的方式 在LINE上主要都會是以文字為主 頂多穿插幾張圖片 但有時候會有影片 不過想必有影片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會傾向看到的是一個連結 然後直接跳轉到其他平台來進行觀看 反正總之 這裡是文字大於影音的場域 因此如果遊戲有著不少的文字 玩家當然也不會過於排斥 畢竟這平台給它的氣息就是如此 當然也不是說 可以完全沒有圖片 圖片絕對只是輔助 就像是梗圖 通常就是那幾張熟悉的圖片 好笑的點還是在上面那些文字 對吧 再來是第四點 擴散快速 好了別誤會了 這不是說什麼假新聞滿天飛那種擴散 但你可以想像 LINE這個產品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有趣或是新鮮的東西 那大家一定是第一時間就可以直接分享 按下分享按鈕 就可以跟其他朋友來一同分享這件事情 而他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進行體驗 畢竟如果你是在LINE上做一款遊戲 你就可以省略了那些還要什麼下載啊 或者是註冊這些有的沒的的其他成本 讓你製作的好遊戲呢不進而走 酒香自然就不會怕橡子聲 最後一點也是個人覺得最有趣的一點 那就是在這邊開發遊戲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邊有個個人非常喜歡的公式 那就是熟悉加上意外等於喜歡 在LINE上這個熟悉 玩家熟悉到不行的平台上 你的遊戲會帶給玩家莫名的驚喜感 而在這份驚喜之上 玩家對你的遊戲評價自然就不會太差 他們也不會用常見的遊戲觀點來審視你的作品 但是當然不是說 那我就隨便做多就好啦 反正他們都會買單 當然不是這樣 我們依然要好好的把握遊戲的核心 那就是互動這兩個字 好 那簡單分析了LINE這產品 接著來說一下LINE官方帳號 這個 到底能讓你玩出什麼有趣的變化 或是說 能讓你做出什麼 和一般遊戲類似概念的互動設計 那麼首先呢 是我們常見的問答設計 也就是問A打B的玩法 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設計一個選擇題 然後要求玩家決定好答案後 直接輸入完整相同的文字到視窗之中 當LINE官方帳號讀取到這一串一模一樣的字之後 就會傳送新的題目 或是不同的情報給玩家 讓他一步步的進入到你的遊戲體驗裡面 而除了要讓他自己輸入文字之外 LINE官方帳號還透過簡單的設計 還能透過簡單的設計之後 讓他傳送一個表格給玩家進行選擇回答 而在回答之後 又可以再傳送另一張新的表格給他 玩家就可以再次進行新的一輪回答 我想光是這個概念 就可以讓不少設計師玩出各式各樣的多重路線選擇玩法 而在玩家點擊任何互動之後呢 這邊要注意就是LINE有一個先天的限制 就是你可以馬上傳送五折訊息給他 這部分是不用收費的 但就是沒有辦法超過五折 所以如果你要傳送超過五張圖片的時候 除非你的遊戲到這邊就結束了 不然一定要記得替自己留一條後路 讓玩家有個選項 讓你可以繼續的傳訊息給他 那為什麼要留這條路給玩家點呢 因為如果你主動傳送訊息給玩家呢 除非是玩家在幾秒鐘之內有傳送訊息給你 不然LINE一律都會把你的這個傳送訊息的動作 判定為廣告的推播 你會需要額外支付錢給LINE 這部分除非你真的只打算做很小規模的開發 不然相信我 你一般的帳號一個月五百折免費訊息 不用一下子就全部噴光了 你可能就是光光簡單幾個互動 你也就沒了 接著你就必須要花錢去升級你的帳號 才能繼續傳送訊息給玩家 然後你就要開始為每一者 記住是每一者傳送的訊息付錢給LINE 只能說如果是在開發早期的話 可以先盡量去避免這一類的設計 再來就是LINE官方帳號獨有的選單介面 這部分分成了個人的頁面還有群組這兩種 在個人的頁面中 就是你單獨跟LINE官方帳號聊天的頁面中 你可以完全的去自定義它下方的那一塊按鈕按鍵 這就意味著你可以設計一張圖片 讓玩家能把這一塊區域當作一個操作面板 來進行遊戲的互動 無論是像是要叫出選單或是進行對話 都可以利用這個區域來進行 去簡化玩家輸入的這個動作 至於能做哪些事情 就留給大家好好去發想一下 任何事情都可以進行在這邊操作 但很遺憾的就是這個功能並沒有辦法同步到群組中實現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LINE都是把官方帳號的互動場景 設計成一對一的方式 基本上很少有官方帳號會希望使用者把他們 就是所謂的官方帳號加入到使用者群組之中 因此LINE官方帳號對於這塊的設計相對的薄弱不少 但好在你的 你在群組之中一樣可以設計一個選單 再搭配幾個常用的按鈕給玩家 像是井字號米字號這一類的 這些很好輸入 但也不會常常被輸入的符號 就很適合拿來當作功能選單的關鍵字 而這些選單你同樣可以完全自定義 甚至還能切成數張圖片 讓玩家透過滑動的方式來選取 但這些圖片是沒辦法放大 因為它就是一個選單 你點了之後就會直接可以反映 非常非常建議不要設計超過三頁 像是我們設計的實習判官 就把個人的成就頁面放在畫面中的第三格 就是說它要滑兩格之後才會看到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這邊放了一個成就頁面 結果很遺憾就是一堆玩家找不到入口 結果最後導致一堆人要跑去敲你的客服 問說到底要怎麼樣去看自己的成就頁面 然後你的客服就會炸裂 所以建議千萬不要這麼做 然而說了這個成就頁 你就會發現一個新大陸 什麼新大陸呢 這個詳情呢 我們就先賣個關子 留到後面再說 這邊就先替各位做一個想在LINE上設計遊戲的小小總結 第一點建議以文字多的遊戲為主 因為閱讀文字是這裡的習慣 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絕對 也許聽了上面說的 你的腦袋中已經有了很多新的構想 那放心你都可以試試 第二點 作為遊戲依舊會需要圖片來輔助你 給玩家更多的想像 同時你也能替遊戲設計漂亮的選單 讓玩家在操作時耳目一新 第三點 請善用方便的問答功能 因為這基本上是在聊天方框中 你能給玩家的全部的回饋了 請善用它正確的替每一個空白處填上文字 發揮他們的魔力 引導玩家持續的點擊前進進入你的遊戲 最後小小補充一點 在LINE上做遊戲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那就是你可以快速的更新迭代你的遊戲版本 因為目前沒有什麼審查機制 不像其他平台會需要上傳等候一段時間 因此你可以快速的修正你的BUG 然後讓玩家馬上感受到版本更新的喜悅 那麼接著就進入進階的部分來探索 我們是如何設計的一款在LINE上的遊戲 首先要回到十七判官的起點 在2019年10月左右 楓接到了一個案子 說要替一個專門撰寫奇聞意識的部落格 黑色酒吧架設一個網站 而這網站的擁有者 也就是現在的十七判官的主編原子 在架設網站的同時 原子就跟楓提出一個idea 說看能不能設計一個簡單的遊戲 然後用這個遊戲來推廣他的網站 聽起來滿有趣的 於是楓就跑來找我這個手遊部落客說 看我什麼想法可以發想一下 我想說反正就去看看熱鬧 誰知道慢慢的慢慢的 就變成了現在的十七判官的長相 最初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遊戲的平台設定在LINE上面 優點前面也都講了 但其實最大的原因 並不是我們分析這些優點 而是這個方法 這個在LINE上設計這個遊戲呢 是最便宜的 預定要開發一款APP 對我們來說還是有點吃力 正好呢這個時候 楓又接了一個牙醫的LINE預約系統 看到那一張一張在LINE對話框中出現的 醫生預約表 我才發現原來在這個上面 可以玩出這麼多的花招 於是呢我就開始想一些有趣的idea 然後再加上黑色酒吧 部落格的性質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遊戲呢 定調成一款文字推理遊戲 本來我一開始想說 就這個海龜湯那種玩法就OK了 完美的符合上述的所有功能 但沒想到他們野心更大 想要來點不一樣呢 於是我只好努力做了點功課 參考了幾款市面上成功的 推理解謎遊戲的機制 其中包含像HERSTORY的遊戲機制啊 或者是推理周遊的推理事件部的玩法 最後大家反覆討論 才用出了時序判官這個架構 說到這呢 是時候來分享一下我前面說的 我的主頁就是成就頁面這個設計 其實就是所謂的LEAF 但說LEAF可能有點難懂 簡單來說這就是LINE內進 LINE上內建的瀏覽器 因此它擁有大部分網頁的功能 但我只能說大部分啊 因為LINE這個地方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空間 那既然它是一個網頁 所有你想得到的網頁遊戲玩法 基本上都可以在這上面實現 非常棒的一點就是玩家在登錄的時候 同時也註冊好了他的帳號 因為他有LINE嘛 那你可以引導他在不同的網頁中切換 但同時他在每個頁面中依然可以保持登錄 另外你還能讓所有在這個群組中的玩家 連線到同一個進度的網頁 並且同步更新上面的資料 像是實習判官就分成了數個分頁 其中像是口供的地方 玩家可以在那邊找關係人 然後裡面會有詳細記錄每個人的供詞 然後還有一個是證物的頁面 你可以在這邊讓他搜尋 他曾經在不同頁面中看到的證物名稱 輸入進去後呢 所有在這個群組的玩家 都可以看到新的證物或證人 搭配上這個即時的語音和聊天系統 可想是可以創造多少的樂趣 另外我們還設計了時間線的功能 這樣你可以在網頁中設計一串題目 然後再把這個題目呢 讓它按下之後回傳給LINE的對話框 讓玩家在這邊進行問答 這樣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是誰貢獻的 誰解開了這個題目 但總之 只要記住讓玩家呢 在你想帶他們去的網頁之中 找尋線索或是進行互動 然後再回到原本聊天室中 開始討論遊戲的走向 以及故事的脈絡 我們實習判官呢 剛好就是 又是一個推理遊戲 所以玩家就會在這裡七嘴八舌 討論各種天花亂墜的推理 然後我們就讓他在聊天室裡面 按下破案的選項 去驗證自己的想法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來見證 這個奇蹟的時刻 到底這位玩家是柯男 還是毛利小五郎 是吧 好 那回歸正題 當然並不是說LINE上面 就只能製作這一類的文字遊戲 我相信在知道這個 LEAF或是所謂的瀏覽器功能之後 以及那些花花糟糟的選單之後呢 各位腦中已經有著各式各樣的創意發想 我們團隊曾經也想過一個截然不同的路 試圖構建一個修仙類型的遊戲 但最後礙於時間和成本 並沒有實際的執行開發 但其他也有了這一類的經驗分享之後 會提起各位對於LINE上開發一款遊戲的性質 各位認為遊戲的本質還是互動 透過這個我們熟悉的聊天視窗 依舊能創造不同的玩法以及樂趣 這裡看似限制重重 但它或許也能帶給你和玩家 截然不同的驚喜 再拍子